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近來美國真的頻頻出招 對中國使出極限施壓 在今日共和黨參議員麥薩利提出一個議案 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向美國首持民國債券的人士 償還超過1.6萬億美元 即是1.6兆美元 折合約13萬億港幣債券本金和利息 簡直是天文數字 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參議員麥薩利在聲明中提到 1912年時 中華民國在世界各地發行幾百萬美元的主權債務 但到了1938年 民國政府就開始拖欠債務 而且在1949年 中共接管了中國 麥薩利認為 根據國際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作為中華民國的繼承政府 故此應該負責償還這筆民國債務 他還提到 說中國一直以來沒有履行財政義務 導致美國有46個州當中 2萬個家庭 從來未得到這筆債務償還 他提出這項議案 目的就是為了呼籲特朗普 要揭進全力 實現對於違約主權債務的解決和償還 實際上 到底這位麥薩利所說的事 是否有法理依據呢 其實是有的 這裏就是嚴重了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87年的時候 正正是通過英國政府簽訂的條約 而且這條條約到現在還找到 在大陸的網站都是 這條條約叫做什麼呢 就是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利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 關於解決歷史遺留的商戶資產要求的協定 名字很長 到底裏面大概是說什麼呢 其實就是中英兩國的政府 就說一次過搞定以前歷史遺留下來的財產的爭拗 於是裏面就說好了 說英國政府就同意向中國政府支付380萬美元 以後呢 中國政府就不能夠對英國政府提出任何的申訴 總之在49年以前 英國欠你什麼都好 給你這塊錢就一筆歐銷了 好了 接著的第三條 第四條 就是在說什麼呢 就是在說中國在49年之前欠了英國的東西 第三條的第一款就講得明白 對於1949年10月1日以前 中國歷界舊政府所舉借的 包括他們所發行或者擔保的債券 在內的舊外債的索償要求 說好了就是民國的外債 就全部一筆歐銷了 以後不要再提了 中國是賠了多少錢給英國呢 當時根據第四條第一款 中國政府同意向聯合王國政府支付2,346萬8,008元英鎊 英國政府是同意接受這筆款項 以前是曾經玩過這些東西的 所以你說有沒有法理基礎 而且還在說不僅是民國債券可以撒償 剛才我提及到的那條條約當中 第三條的第二款就講到 對於在中國境內 對於在中國境內被徵用的英國前領事管社 和用於修復被損壞的英國外交管社所支出費用的撒償要求 第三款 對於在中國境內被徵用的英國前領事管社 和用於修復被損壞的英國外交管社所支出費用的撒償要求 第四款 對於在1949年10月1日以前 受到舊中國政府 或者在他核下的任何市政當局 僱傭的英國國民養老金和退休金的撒償要求 原來可以這麼多東西撒償 而在1987年的時候 6月5日 大家一致同意 用2300萬磅來搞定 這是當時的解決辦法 當然來到現在這一刻 那些通脹又多計30年 所以現在麥薩爾就弄出一個數字 就說是1.6萬億美元 即是1.6兆美元 所以這些民國債券的解決 是有先例可緩的 不是他現在無厘頭地說出來的 但是 這次似乎是近年以來 第一次有人在美國國會提出相關要求 大家記得 好像在去年特朗普也提過類似的事情 上年說的是胡廣鐵路債券 特朗普只是口含口含口含說 他就是沒有付諸實行 沒有任何行動 但是這次參議員麥薩尼 他就提案 變成了一個正式的要求 當然能不能夠通過到 其實這個波就交回到民主黨 這個議案是共和黨提出的 共和黨那班人一定會支持 至於民主黨 拜登經常聲稱要對華強硬 所以對於民主黨來說 就是一個考驗 到底他如何取態呢 因為拜登又要對中國示好 伸出橄欖枝 所以民主黨議員的取態 就是值得大家去關注 至於中國方面有什麼反應呢 暫時的官媒都還未出聲 在我錄節目這一刻 但是相信就會陷入了在一個兩難之中 怎麼這麼說呢 中國事實上他們就說 他們才繼承了一個道統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 中國唯一的合法政權 所謂一個中國原則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不是中華民國 故此中華民國在中共眼中 其實已經死了 但是問題就是 當中華民國的權力 中共已經繼承了的時候 到底相關的義務 甚至債務 怎麼解決呢 比如說權力繼承了什麼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席位 正正就是由中華民國 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繼承了 又或者中華民國 宣稱在南海的樹 有一條十一段線 當時是1947年的時候公佈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正正就是繼承了這條十一段線 後來簡化成為九段線 現在就變回十段線 南海的主權身材 都是承繼至中華民國的 又或者說釣魚台的主權 大陸稱之為釣魚島 那這個釣魚島的主權 是誰先說的 也是由中華民國先說的 好了 權力就是繼承了 至於民國債務這筆蘇州史 又如何解決呢 並非在 曾經在1987年的時候 中國和英國簽署了一份這樣的條約 來解決四九年前 中國歷屆政府的舊債務 其實就是邊相承認了這舊存在 好了 現在為美國人拿著民國債券 到底如何是好呢 對於中國來說 都是相當頭痛 若然他說不繼承的時候 別人就說你違反國際法 因為中國經常都說要根據國際法 什麼什麼什麼 開口國際法 埋口國際法 那當時別人又提國際法的時候 到底怎樣可以想得出一套 是可以說服到國際社會 又或者是自圓其說的 說詞出來 這件事就是相當之巨有高難度 是不是 若然你說不承認這筆債務的時候 好了 那就相當之難看了 難道大陸會叫蔡英文政府去還錢嗎 也不會 因為中共也不承認目前台灣的政權 好了 當你拒絕的時候 就會對於美國 有一個衝擊 是什麼衝擊呢 就是美國對於中國概念 理解的衝擊 美國一直說承認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喂 當時他叫你還回這筆民國救債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拒絕 他可能就會提出一件事 到底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有沒有全盤繼承到中華民國的呢 權利就繼承了絕大部分 但是債務和義務 現在似乎是膠著的狀態 這個招數 共和黨今天寫了出來 其實就是前幾天 關於大使館徽章的後續行動 大家知道了 美國駐中國大使館位於北京那間 那個徽章本身寫著北京中國 但是後來就把中國兩個字刪走了 現在就剩下北京兩個字 到底是意味著什麼呢 當然 美國方面有解釋的 這個只不過是恆常的更換徽章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就已經令很多人有所聯想 明明寫著中國 為什麼會刪走了 只剩下北京呢 現在又關於這個 中國概念的議題就是 要承認民國舊債 所以大家看到 共和黨目前對於這些議題 那個意識形態 是有連貫性的 不是單獨你想到什麼招數 就是使用出來 而是經過了盤算 而且是有計劃地使用出來 一招一招地使用 先搞這個徽章 然後就搞這個民國債券 所以大家看到 美國就是步步地進逼的 好了 到底現在默沙利這個議案 是虛招還是實招呢 其實就並不重要的 因為美國現在提出這件事 1.6萬億美元 大陸怎麼會採取他才行呢 好了 如果大陸是不採取他的 美國就會有另外一些部署 肯定會有 現在你看到他 這樣咄咄悲人的時候 去到有一刻 如果大陸真的拒絕承認 這筆民國債務的時候 到底美國會怎麼做呢 之前不少人都猜測 究竟美國是否想跟台灣建交 甚至乎連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上個星期也曾經在微博寫過一篇 就說美國真的有本事 就去跟台灣建交一批 你敢嗎 即是挑機意味 但現在你看到 似乎美國是否真的想搞這棵東西呢 所以麥薩利這招 可以說是虛則實知 實則虛知 名義上他就說是要拿錢 實際上 就算拿不到錢 他都有其他的應對辦法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